大家都知道房车是有个睡觉的地方的 睡觉的地方在哪里 像我们的C型房车 它上面突出的部分 就是睡觉的部分 就是床的位置 我们这个是双排C型房车 它床的位置 床的大小 比一般的单排的C型房车要大很多 现在我们就进去实际测量一下 我们的床到底有多大 我现在拿了卷尺 现在就量一下床的部分有多长有多宽 把这被子先 这个是我们的席子 夏天用的席子 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铺在床上 就不要凉爽了 我现在从底部这里 床的底部这里 往外拉一下这个 看下多少 宽度是1米7 1米7 我现在量一下床的长度 为了让量的更准确一点 我就把这个枕头先拿开一下 到这个位置 这是多少 1米9 刚刚我们实际测量的结果 就是床的长度是1米9 宽度是1米7的 这个床的它的空间是这样子 从这里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 我现在往里面躺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压抑 好把被子放好了 可以看到我现在那个头是没有垫在那两个枕头上面的 我是睡的位置是最里边 然后这个头离这个上面还有一部分的距离 大概有15 20厘米这样子 所以感觉并不会很压抑 我这个脚还没有够到床底的 你看一下 还有一部分距离 还有一部分距离 我现在 从这个最角落这里往里面翻 看看能不能翻得过去 你看顺利翻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床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在床没有放多余的东西的时候 睡三个成年人是没问题的 三个成年人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横着睡是怎样子的 用它的宽度 对 宽度就是1米7 这样子睡 你看看得到吗 我的脚还有空间 我脚还有空间 真好 如果是这样子睡的话 整个床的宽度就变成了1米9了 两个人睡更加绰绰有余 三个人也是有空间多的 你看 我现在枕头这里就一个很大的位置 然后再往这里睡一下 然后旁边还睡不到一半 看到没有 我这里已经占了两个位置的空间了 两个人的空间了 还睡不到一半了 所以这个空间还是很充足的 然后在我这个睡觉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插座 这个插座 平时晚上手机没有电了 或者你要充什么设备 在这里都能充 这有个插座的 我现在把枕头给立起来 然后平时在这里白天天窗打开 然后躺在这里能看书 能玩手机都可以的 这里天窗还是很大的 晚上还能看星星 晚上打开天窗的时候 外面商铺 街灯 那个光照进来 就相当于一盏电灯一样的 这个也有个床头灯 晚上打开天窗 这个灯就不用开了 这床头灯 这两边还有两个小窗 这小窗晚上打开来 然后打开之后 把这个纱窗放下来 没有蚊子进来 然后起到通风透气的作用 晚上在这里睡觉 一点都不会闷 因为它透气是很强的 它两边都有窗 它空气会对流 所以晚上睡觉 一点都不会闷 有的人他会说 那下雨的时候 不是会泼水进来吗 这里还有一扇玻璃的 看到没有 所以它能够起到遮挡 那个雨雪的作用 并不会泼进来 蚊子飞不进来了 对啊 它有个刷窗的 蚊子是飞不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房车空间的一个介绍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一一给大家解答的 现在把这个放回去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世界 我说过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